嗨大家好 我是坦评书 等大家在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8月12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 聊聊中国的房地产 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 这个万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昨天是万达对吧 王老板的孙子 抚养费的事 今天晚上就有说法 说万达在遭股权冻结 8月12日天眼查 法律诉讼信息显示 近日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增一则股权冻结信息 股权被执行的企业为 北京万达文旅产业有限公司 冻结股权数位为1亿元 冻结期限自2024年7月30日 至2027年7月29日 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法人 董事长为王建林 注册资本10亿元人民币 由大连核心投资有限公司 王建林共同治股 这个万达集团呢 曾经啊获得100亿元贷款 用于履行对赌协议 结果现在呢 又是股权冻结 就说明他这个万达的债务问题 根本就没有得到解决 都是挖东墙 补锡墙 挪来挪去 8月11日 富利地产公告 披露内幕消息 公告显示 公司 附属公司 一略有限公司发行 2025年到期的6.5%现金 7.5%的优先票据 等等啊 一系列票据 截至本公告日期 2025年票据本金额 10.34亿美元 2027年票据本金额 19.22亿美元 以及2028年票据本金额 15.7亿美元 尚未偿还 2025年票据向下的利息 3361万美元 2027年票据向下利息 6246万美元 以及2028年票据向下的利息 5106万元 以到期 并需于2027年7月11日 以现金支付 一略三日天的宽限期 以支付利息 截至本公告日期 宽限期已满 鉴于本集团目前面临的 现金流压力 擅述票据并未在到期前 以现金支付利息 并未支付一略票据利息 可能会导致票据持有人 要求加快还款 公司正于一略票据持有人 商讨友善解决方案 并将继续 借关注事态发展 并考虑所有可能采取的行动 包括单波县 就本集团境外债务制定 整体负债管理方案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啊 这福利地产官宣呢 他的子公司爆雷 票据到期 本期都付不了 宽限期已过都付不了 这个融创啊 又有一个好消息啊 我记得昨天啊 融创又是强制执行啊 又多了几笔 今天呢 融创又有一个好消息 财联社8月12日店 记者从融创方面获悉 其在上海开发的豪宅项目 外滩一号院二期 二批次房源 日前完成认筹 本批次110套房源 售价单价约17.1万元每平米 较善批次均价上涨 3000元每平米 套均总价约5150万元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该项目本批次推售的110套房源 共获得超200组亿项客户 以此计 本次房源销售总金额 有万超过56亿元 我记得上一次啊 这个融创也是单日吸金啊 好像是200亿吧 还是100亿啊 这次又是58亿 说明融创在上海选的这个项目 还是不错的 但是十一八九啊 跟上一个项目一样 这个恐怕都已经抵押给别人了 或者是卖给别人了 得解决目前融创的这个困境 没有太大这个现实意义 也如受这个楼市低迷影响啊 房地产行业啊低迷 导致它的下游啊 上游行业统统的受到影响 今天啊 这个水泥网独家发表一个文章啊 叫水泥市场需求下行 内企业分成三大派 在当前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 投资双双下滑的大背景下 国内水泥行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全国水泥产量同比下降11% 全行业出现了约12亿元的亏损 也就是整个水泥行业是亏损 那有的企业好歹恐怕不亏啊 就是赚一点 那就意味着还有很多企业赔得更狠 那就在这个行业上班呢 打工呢 估计日子都不好过啊 在这样一个市场环境下 不同企业采取了不同的市场策略 试图在激烈的竞争中 找到自己的深层之道 第一种叫协同派稳市提利 协同派企业希望通过协同现场的方式来稳定市场价格 进而提升企业利润 他们认为市场需求整体下滑的情况下减少过剩产能 是稳定市场提升行业整体盈利水平的关键 此外协同派还倾向于通过并购重组方式提高行业集中度 进一步削减无效和落后的产能 这种方式旨在通过行业内部整合逐步淘汰落后产能 缓解供需压力 实现在市场需求萎缩的背景下水泥行业平稳着陆 不过这一方式弊端在于可能导致产能严重过剩问题长期存在 第二种叫市场派优胜劣汰 市场派企业则主张通过市场竞争来淘汰落后产能 在他们看来长痛不是短痛 市场需求减少是一个自然筛选的过程 只有那些能够适应市场变化 具备较强竞争力的企业才能复活下来 市场派倾向于通过降低成本拓展销售渠道等方式来抢占市场份额 迫使那些无法适应市场竞争的企业退出市场 这种策略短期内会加剧市场竞争 造成行业大面积亏损 大量企业破产 加剧银行坏账和就业问题 不过长远来看 有助于提升整个行业的质量和效率 第三种叫两面派 表面协同实则竞争 还有一些企业采取了所谓的两面派策略 即表面上支持协同现场协议 但实际上暗中增加产量 采取价格战等竞争手段来争夺市场份额 不管是哪一派 整个的水利行业在下行在萎缩 你哪一派都不行 最终是内卷加剧 这是无法避免 最后导致恶性竞争 产能过剩就是这样 现在还能在一起谈 什么协同 什么竞争 这就说明它还能过得下去的 很多已经有今天没明天的 人家只能玩命的在那降价 它还有贷款要还 生产线都是抵押贷款建的 它还有那么人工资要发 所以这个情况越差的它越卷 否则它就要关门破产 我们再看各地旧楼市都出了什么政策 首先是这个成都啊 根据媒体报道啊 说这个成都出台楼市新政 首套房认定有变化 8月12日 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 广告进一步优化 住房交易相关政策的通知 通知自2024年8月13日实行 通知称 为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 经研究 现在就优化调整相关政策 通知如下 一共三条啊 它说啊 为取得购房资格纳入保障性租赁住房房源库的住房 未出租或租赁合同以终止的可自愿申请 提前退出保障性租赁住房房源库 第二 二在本市方位内能购买住房 只核查购房人在拟购住房所在区市线住房情况 无住房的认定是首套房 在拟购住区线方位内有住房且正在挂牌出售的 住房套数和解 支持商业性银行按认定个人住房安居贷款 三在成都市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且相应购房贷款已结清的支持金融机构自行确定首付款比例和利率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要在成都啊 什么天府新区 不太清楚 我就随便说一下 在那你有五套房 但是你在成都的另一个区啊 你没有房子 哎 你趴到那个区买房 你就算首套 哎 如果说我在那个区也有一套房 不要紧 你把你这套房挂出去挂到中间那说我要卖 好那你现在名下就没有房 你买房又按首套房来算 还有的是我也不挂出去 但是我这房子安居贷款都还完了 没有贷款 哎 这个你可以跟金融机构去协商 金融机构愿意送你一套房 首套房 就是首套房 你看看 实际上这什么意思呢 这说来说去就是首付比例 还有个安居贷款的利息 这种搞法给人感觉好像是炒房的还是比较多啊 大家愿意炒 就在这有一套房了 跑那还买套房 紧着成都到这买 不知道这两人多不多啊 这政策有什么用呢 这个媒体报道啊 说甘肃金融公积金新政 永属直系亲属共同参贷 新极绿色住宅最高可贷80万元 这是微信公众号 金融发布8月10日消息 为更好满足缴存人 甘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甘肃金融公积金中心出台 六项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 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实际上就是让你能多带一点 这些政策都是叫双刃建的 你表面上看好对你很友好 实际上你付出的更多 对吧 你现在带的多 实际上你还的利息就多 你每个月还的钱就多 你还的利息也多 你给银行打工打的多 看着你买房容易了 但是实际上你背的东西更多 我们再看这个沈阳 沈阳研究推进闲置土地和繁殖产 停缓建项目处置工作 8月11日沈阳市委召开专题会议 听取全市闲置土地和繁殖产 停缓建项目处置工作进展情况汇报 研究部署下部任务 辽宁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王兴伟 主持会议并讲话 市长吕志成讲话 今年以来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 全市闲置土地和繁殖产 停缓建项目处置工作取得新进展 一批重点项目复工复产 同时必须看到 受繁殖产市场等多重因素影响 处置任务依然艰巨 坚持磐活存量和遏制增量相结合 解决问题和建占立志相结合 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相结合 保持任劲拼进闯进 持续深入打好闲置土地 和房地产停建缓建项目处置攻坚站 说一千到一万 就是你沈阳这房子盖好了能不能卖得掉 我们再看这个广东啊 这个是中国发生产报报道啊 说广东督促房企多种方式自救 坚决杜绝探平摆烂 这个广东的这个房企是特别多 爆雷的也多 你看看碧桂园恒大花眼年吧 这些很多啊都是广东的 所以这次楼市低迷啊 爆雷房企广东也比较多 2月8日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广东监管局深圳监管局 联合召开全省保交房 及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工作调度会 加强对重点环节和重点问题 协调调度 进一步发挥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作用 全力打好商品住房项目保交房攻坚站 切实做好保交房工作 保障各方人合法权益 就跟刚才的沈阳是一样的啊 会议指出广东省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 运行有序取得良好开局 截至7月底 全省已获得银行受信421个项目 受信额度1755亿元 已获得银行发放贷款项目300个 融资金额856亿元 民营和混合所有制房企开发项目 受信额度占总量的81% 获得银行发放贷款总金额占总量的88.3% 一是全面准确把握政策 做到统筹兼顾融汇贯通 全面吃准吃透中央层面房地产政策 推动更多保交房项目纳入百名单 二是分类实施 抓好方案组织实施 压实各方责任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 按照续建缓建停建 进入司法重整等类型 逐个落实项目处置路径 三是紧盯交付目标 督促房企 盯紧时间节点 倒排攻期 挂图作战 加快推动项目建设交付 第四个是 督促房企 通过资产处置变现等多种方式 筹措资金自救 坚决杜绝房企 坦平摆烂 我觉得重点就是这句话 说来说去就是逼这些房企 你得砸锅卖铁 干处置 把东西能卖的卖 拿回来钱 筹措资金自救 你两手一摊 把这困难的麻烦扔给政府 自己啥也不管 包教楼变成政府的事了 企业反而在那睡大觉 这是坚决杜绝 然后是坚持法制示威 正确处理好法律政策的关系 精准把握审判执行节奏和尺度 要严格执行有关规范返起 白名单项目保全执行措施 有关法律政策 坚决避免因不但采取保全执行措施 影响保交房项目 正常人工和竣工交付 什么意思呢 你看那个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还仓会了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这个项目是在白名单里面是保交楼的 那么法院来查封这个项目 你觉得优质点 看看都是给保交楼让漏啊 所以这个时候开这种会啊 只能说明缺钱缺的厉害 要开协调会来解决 但是这有什么用呢 就我一直说啊 这个核心还是韭菜买房 韭菜如果他不买房 你怎么整 总之是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对吧 你就是勉强到处借钱 把这房子盖起来 韭菜不买你怎么办 你的钱怎么还 对吧 又形成债务又还不了 我们再看这个证券时报这个报道啊 说深圳金县五折卖房 记者识探 深圳中心城区五折卖房 这的确很有噱头 深圳福田核心区的新房 备案价打五折 358万元可以三房单位 最近房产中介小瞻 正卖力推销一个号称 打五折的公寓项目 不敢说深圳所有房产中介 起码是我们附近片区 所有的房产中介都在推荐 为求证此事 记者前往福田八卦岭片区 发现这个号称备案价打五折的公寓 并非传统商务公寓 而是4.5米层高的 商业性办公的商办产品 户型上一些大面积的户型 有阳台且通燃器 可以用个人名义购买 不过房源多数为工底房 价格是备案价的五七折到七折左右 五折可以考虑吗 商务公寓啊 它跟那个住宅好像有很大区别啊 就是你使用住的时候 它那个水啊电啊 气啊那价格还不一样 然后你交易的时候 买卖的时候 那个税啊也不一样 所以这种房子啊 你要买的话还是要小心 得问清楚 这种便宜啊 恐怕不太好张啊 说不定啊就被套住 关于这个楼市到底怎么样 什么时候能够回暖 我们看看这个专家是怎么说的 大家看视频 如果我们看短期非常重大的问题 没有比房地产更能够牵动所有人的 它始终是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热点 您的观察当中 这个新政落地的情况 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影响现在怎么样呢 我的自己得到的信息给的印象 还是在延续过去已经有的一个基本判断 就中国整个房地产业界啊 冰火两冲天的特点非常明显 你现在要找好的例子 和不好的例子 特别好的例子 特别不好的例子都有 随手就可以举出来 某个地方的楼盘日光盘了 这是特别好的 某个地方说情况非常的严峻 大家都感觉好像这个房地产市场守不住了 要崩掉 这种说法也有 但总体来说呢 大的基本盘上来看 中国房地产业绩不会崩盘 这是已经可以做出明确的肯定性判断的 剩下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处理一个整个市场筑底 而完成一个波动中间回暖过程的问题 而且这一次的这一个回暖的一定是曲折的相对漫长的 因为中央已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判断 中国的房地产这个领域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多少年来以卖方市场为主的这种供求的这种特点 变成了买方市场为主 这个买方市场为主的供求关系呢 如果你从商品房的轨道上去达到目的 它可以相当的从容 它不着急 而且大家是买账不买落的心里 看着统计数据说这个价位没有往上走的时候 谁都不着急 都在等待观望 那么卖方呢自然就越来越着急 这个情况呢 在兵货展成天的格局之下 火的这边已经在改变 一线城市 它现在虽然还不得不保留一部分行政的这种控制手段 限购代表的行政手段没有完全去除 但是在节节放松 而节节放松的过程中间呢 它的回暖已经可以观察到 前一段时间说 厦门 杭州 宁波 三个城市同一天出现拿地的帝王 这几年 开发商已经是极度的谨慎 而在竞争中间呢 敢去下决心 以帝王的价去拿地 说明什么呢 他们已经做了 他们认为非常扎实充分的市场调研 认为现在该出手了 那这预示是什么 后面的这个开发的过程 有了成品以后进入市场的过程 他们觉得自己在商严商 立场上的基本目标可以实现 那么他就有一定向好的代表性 那所以我现在更强调的就是 不会崩盘 要准备完成筑笛 然后在兵后两成天的这种分化格局之下 继续完成一个波动中间的 相对缓慢的回暖 回暖最后走到了说 普遍的都是向好的情况的 现在不好预计 但是大面上除了什么特别极端的鹤岗等等这样的城市 可能那是相当长的时间 他缓不过这口气来的 但是面上来看 越来越多的中心区域市场上面的信心恢复了 交易活跃了 量放大以后价回稳了 然后价也有可能在有些好的地段 好的成品交易的时候上升 这个我觉得是个大概率了 您预计的这个筑底回暖 这个时间周期会是多长 我听到王石说三到五年 走过这一轮 我是觉得从现在的动态来看 如果不出大的意外 不用那么长 今年年底之前 是不是可以更多的看到一些回暖的具体的案例 零后年如果不出大的意外 会延续这个回暖过程 那么是不是两年多 基本的这个回暖 就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 这个是经济学家 贾康以前应该是财政部的 他这个相对比较乐观 他说不出大意外的话 不用那么长 也就是王石说三年到五年 是一轮 他认为明后年不出大意外 就会延续这个回暖过程 也就是说这个贾康认为明年后年 最迟后年差不多就到底了 就开始回升 那就是按贾康这个乐观的估计 那还要跌两年呢 就明年后年还要跌 或者是还要回落 那就先按贾康的这个来看嘛 那你再等两年 高盛说啊 咱们走的是L型那个一树那儿呢 还没到横这儿 是不是说后年就到横这儿 谁也不知道啊 后年走L这个底 是不是 实际上作为普通人啊 我们没必要想那么远 说五年以后怎么样 你算不到 对吧 我们就说现在明年 这个楼市能不能稳得住 如果说你得 你自己得出结论 说明年也稳不住 那我就等一等 我不急着买 对吧 我在这个过往 如果你认为明年 就肯定稳住了 回升了 那你现在觉得琢磨了 要买了 对吧 准备就到处看房 不要说五年了 就三年以后的是谁能看得到啊 所以啊 按照假看的说法 对吧 那就明年 后年再看 也可能止住了 回暖 也可能会更差 实际上王石说 调整呢 三年到五年 都是一种比较委婉的说法 我个人理解啊 对吧 你看日本动不动就三十年 咱们为什么就那么快呢 五年就调整完了 或者三年就调整完了 所以还是要小心一点 好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